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我们今天说人解字呢 来说一个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祖师 关汉清 关汉清是元朝的戏曲家 受尊称为曲圣 汉马志远 白蒲 郑光祖 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关汉清出身于书香门第 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 他游历汴京 洛阳 杭州 扬州等地 增加阅历 也深入了解民间生活 成为创作养分 关汉清博学多文 聪明幽默 为人风流倜傥 是当时一流的戏曲作家 也是剧坛领袖人物 后人称赞 去梨园领袖 总编修师手 念杂剧搬头 他有深厚艺术涵养 在杂剧创作方面有高度的成就 让音律 曲调 形式 日趋完美 除此之外 因为常年和昌幽歌迹往来 对瓦瑟钩兰极其熟悉 精于各种乐器 吹 拉 弹 唱 甚至能指导演出 于是成为杂剧搬头 他所创作的剧本无数 最著名的就是《斗鹅渊》 此外还有单刀会 拜乐庭《蝴蝶梦》等等 花花世界 远洋蝴蝶 不如温柔同眠 关汉青形容他自己 我是个蒸不烂 竹不熟 吹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这是他对自我个性上 坚韧顽强的自觉 这哪是豌豆 根本就是石头 豆鹅渊 全名是 《赶天动地 豆鹅渊》 取材自东海校妇的民间故事 剧中写豆鹅年幼丧母 被父亲卖给菜婆做童养席 成年后才成婚三年 丈夫便死了 接着婆媳俩被张驴儿父子看上了 豆鹅不愿屈服 张驴儿便下药想毒死菜婆 逼豆鹅嫁给自己 不料却堵死了自己的父亲 张驴儿恶人先告状 冤枉豆鹅 把他告上官府 太守严刑拷打 豆鹅都不招认 太守又想拷打菜婆 她因为不忍婆婆受苦 只好屈从招认 含冤被斩首了 临刑前 豆鹅发怨 若他有冤 则刀过头处 血不滴落在地 全飞在杖二白链上 六月天要降血三尺 掩住失守 而且还要大汉三年 果然豆鹅死后 这些异象一一都发生了 豆鹅冤 质疑天地不公 天地也 做得个怕硬切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传 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 你错堪于嫌 网作天 反映了当时 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 批判贪官污吏 也为人民的苦难发生 豆鹅冤 第四者 豆鹅的父亲 吉弟 什么呀 你不是说吉弟吗 这个吉弟指的是他 做了官 奉命调查大汉三年的原因 他查看过去的判案记录 我才看头一宗文卷 就与老夫同姓 这要死公公的罪名 犯在十恶不赦 十恶不赦 指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原本是随贷的法令 指十种不可赦免的重罪 窦天章重审了案情 窦鹅才沉冤赵雪 真凶张吕尔也被斩首了 单刀会 全名是官大王独赴单刀会 取材自三国制 表现了官宇正义凛然的英雄形象 三国时代 鲁肃曾将荆州一帝借给刘备 作为双方联合抵抗曹操的保证 事后鲁肃想要将荆州取回 但是担忧留守荆州的官宇不还 便设下圈套 以庆贺刘备入主官中的名义 要求官宇单刀附会 官宇接到鲁肃的请书 一眼试破他的心思 但是对此鸿门宴 他没有丝毫退缩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官宇的长子官平 向官宇提出自己的担忧 官宇回答 你到他兵多将广 人强马壮 大丈夫敢勇当先 一人拼命晚夫难当 表示自己不惧危险 勇闯敌营的决心 兵多将广 就形容兵力强大 官汉清作品 题材多样 关心社会现实 对平民百姓 有深刻的同情心 也歌颂反抗威权的精神 笔下人物 性格复杂 拥有悲剧英雄式的 不恼意志 斗鹅 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